Hello大家好 好久不见 最近正好有机会呢 所以想在我的视频栏目开一个新的主题 就是关于时尚哲学 就这么讲可能会有点点深浪 就是想要给大家了解一下 关于时尚 关于艺术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吧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学服装设计的 对于这方面可能自己本身更有兴趣一些 并且呢 对于设计师本身 想要去传达的一些东西 也会可能更能理解一些 所以呢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然后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对于传达 可能会有更多的帮助 当然了也不仅仅是说 只是在传达这一方面 可能会让你们对整个时尚 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看法吧 当你真正去了解品牌背后的故事 或者说去真正的深入了解设计师本身 他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或者是说他所有的一些理念 或者是说他对自己的一些自我认知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值得去了解的 如果现在此刻立刻让我说出我心中最爱的五个时装品牌 那冷梅尔一定会是立刻出现在我脑海里的那一个 其实可能冷梅尔真正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是因为他想当当的爱马仕前设计总监头衔 并且呢这几年一直在与优衣库合作 出了U系列 而且这个系列卖得非常好 每次都需要去抢购 认识到冷梅尔是因为看到了他妻子 那我也看上去非常非常不是人间烟火的妻子 同时也是他的灵感没有丝 他们那些非常与众不同的 然后没有看不到一丝浮华的设计作品 在每一次羡慕看得到他妻子和他走出来的时候 我都会感叹没有人比他妻子更适合去表达冷梅尔灵魂了 大家仔细观察的话 其实你可以发现他们请的那些模特的气质 都跟他的气质特别特别像 即使说他的气质不是这么像 但是在着装啊发型之类的 都会尽可能地去靠近他气质本身 能够更好地去表达冷梅尔 因为我关注他们也真的很多年了 对于他们品牌本身的一些设计理念呢 是有所了解 但是也就真的是紧紧地停留在了那一个层面上 就可能知道他们是 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设计方式 设计理念 然后设计风格等等 直到我看他寥寥无几的一些专访还有报道 才慢慢地认识到了这个年轻的法国时尚品牌 如果你也想了解冷梅尔 那就继续跟我看下去吧 其实不难看出 不管是从冷梅尔的秀场穿搭 或者是说是他平时的一些设计的风格 还有他的一些穿搭哲学 都和优衣库非常非常的像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这几年 他们俩的合作非常非常的成功 他们追寻的永远都是最简单的 最舒适的 然后不过时的 冷梅尔在原有的优衣库的设计风格上面加入了他们本身品牌的一个灵魂 面料的挑选非常用心 他们在原有舒适的基础上挑选了更加高级更加舒适的面料 并且售价没有提高 消费者可以以优衣库的价格去体验冷梅尔的设计作品 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没寄出来的U系列都会被抢购一空 就是真的是你需要实时的待在线上 他一上线你就立马要去抢的那种 网上关于他 尔玛斯的这几年的报道特别特别少 你唯一能够了解的渠道就是从他的 尔玛斯那几年的秀场 就是他在任期间的那几年的秀场的系列 看到他为品牌所注入的不一样的灵魂 大家可以去看尔玛斯在 额梅尔之前的那几年的设计师 所为尔玛斯带来的设计风格 就是他们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尔玛斯在任的那几年 他为尔玛斯创造了非常非常 积奢并且浪漫优雅的一个法式风格 虽然在他刚刚宣布要担任 尔玛斯设计总监的时候 遭到了时尚界的质疑 就没有人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去单次达任 毕竟在他之前的那一任 设计总监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当然了他上任后也用他的能力和才华 让他们闭了嘴 我觉得尔玛斯的那几年就很像是 在他在时尚界还没有站稳脚跟之前的一个栖息地 就是他可以有更大的平台去发挥他的设计风格 设计理念 然后呢同时呢也可以为尔玛斯带去不同的设计灵魂 将尔玛斯带入了最接近品牌本身的一个领域 他觉得当时接到这个要件的时候是非常惊讶兴奋 并且他也觉得是就是情理之中的 毕竟他们的设计风格都非常非常像 所以这一段时期的经历 对之后雷玛斯的成功是不可缺少的 其实在很早之前他就有自己的品牌 但是那个品牌就是一直没有做出来 然后可能说就是可以说也做的不是很成功吧 他是在离开尔玛斯之后 然后才把勒梅尔带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 有了一个质的转变 变成了现在的勒梅尔 其实刚刚也说了嘛 就是网上关于他的报道啊 关于他的采访特别特别少 然后唯一找到的几篇报道呢 还是特别特别雷同的 其实他还在大家知道那个鳄鱼品牌里面 担任了近十年的设计总监 做这个视频之前写了一篇公众号 就是也是关于本次主题的 做之前完全没有想到 我在做完这一个专题之后的感触会怎么深 可能是因为我本身也是学服装设计的 更加能够去感同身受 然后去理解它 对于设计它可以有想象 可以有创造 但绝不会去 因为要去迎合媒体 迎合大众 而去做这样子的一种创造 做这样子一种改变 记者当时也问过他说 现在网络发展这么快 会不会对他产生一些压力啊 或者说他会不会被迫去接受一些 所谓的迎合观众迎合媒体 去取悦他们 他的回答是不会 就是非常有底气的那种 我觉得现在社会很少有人 能够不被外界去影响 不被这个发展宽幅的文络去影响 每一个设计师设计的作品 都代表着 那个设计师的一个内心世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 Lamere的设计风格 非常非常的平静 没有一丝一丝的浮躁 就很不像 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位 就是已经非常出名了 然后已经被 大众所接受 所认知到了 他们的设计作品 他们的设计的那些衣服 就很像是从一个小作坊里面出来的 就没有受到过外界的任何的干扰 完完全全就是遵从着自己的内心 所设计出来的那些东西 被大众接受的同时 也不意味着去迁就大众 失去自我 杜绝去玩一些社交媒体 就是他会觉得这些东西 可能会产生一些压力 他杜绝这些呢 就是为了能够保持初心 保持他设计的本真 他让我惊讶的地方是在于 他能够对自己的认知 特别特别的清晰 而且非常的执着 就有一种匠人精神在里面 就为了能够保持自己的本真 保持这一个设计的纯粹 他可以去牺牲掉很多东西 可能对于他来说 也不算是牺牲吧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精神 真的非常非常难得 所以在我做完他的这一篇 专题之后就对我触动非常大 在这个社会能够对自己 有清晰的认知 并且能够持续坚定的往前走的 这样的一类人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但他竟然还能够碰到他的灵感 没有死 就是他们两个非常像那种神仙圈 就是精神是完全吻合的 并且两个人就朝着同样的目标前进 然后创造了现在大家所知道的 罗美尔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第一次做这样类型的视频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这样子的视频形式 如果有任何意见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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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